介紹帶大家來看的這位 是還記得2014年 等一個人咖啡當中的 陽光男孩阿拓嗎 當時活潑可愛的布魯斯 現在蛻變成熟幽默的何浩誠 他換了個新名字 再加上演戲經驗的累積 讓何浩誠打破過往陽光的框架 他在不同的作品當中 展現更多的面相 還有成長 你要不要自己回去看 會記錄組織 照應系感 你要我們怎麼做事情 比如說要講一句話 有十幾個字 我們要去找到一個斷點去呼吸 不然會突然講到一半就沒聲音了 像我一開始接觸演戲 比如說有要罵人 吵架的戲 我就會很抗拒 因為我私底下是一個很peace的人 這天正在拍新戲《未來媽媽》 飾演遊戲公司組長的何浩誠 就是要上演與劇中主管的爭執場面 在演戲經驗豐富之後 他體認到 如果情緒不到位 反而對不起劇本和對手 在拍戲的時候其實是不斷的無限輪迴 你每吵完一顆鏡頭要換的時候 也要放掉 然後重新再堆疊一次 所以我覺得很困難的是我們不斷的忽高 然後又忽低 開拍前把握裝法時間 何浩誠就已經反覆唸著台詞 在同一句話裡嘗試不同的情緒 對 對 對 我已經失戀 校說準備多點選擇 才能應付導演的需求 更把劇本直接拍照存在手機 只要有空檔就讀 今天拍第三場 然後明天可能是拍第一場 對手機記錄起來 然後可以更清楚 我上一場是什麼情緒 拍攝期間趁劇組在換鏡位 何浩誠坐在角落繼續讀 仔細看衣腳還藏了 小法寶 卡在褲襠上面 然後外面這一層就是衣服卡進去 這樣你的衣服裡面就是 會有空氣流通 因為片場要收音 常常冷氣風扇都不能開 何浩誠就會自帶涼風 看看眼前這個大男孩 排前幕後做足準備工作 說其話不疾不虛 成熟穩重 加上換了個名字 恐怕讓不少人 難以聯想六年前的他 阿拓 我叫阿拓啦 2014年等一個人咖啡 當時名叫布魯斯的何浩誠 化身片中的陽光男孩阿拓 演員處女座卻演出自然 還大方穿上比基尼 立刻吸住大家眼球 那一開始我覺得最難的是 要我笑 因為我私底下很愛喜歡笑 我喜歡開心 但是在鏡頭面前 你要我無...無緣由的笑 然後我怎麼辦 能到這樣 然後導演就好 來... 我試給你看喔 然後他就笑 我說天啊 好厲害喔 他可以笑成這樣 結果也不能輸 笑 哈哈... 哈哈... 就笑出來了 你想吃我嗎 從來沒有想過要當演員 小時候我就一直打籃球 本來未來的計畫可能是 去打職業的籃球賽 或者是當教練 沒想到在大四的一場比賽被發掘 從球員變演員 還在破譯國片擔崗男主角 只是翻轉人生後的經驗值不足 也讓何浩誠曾停止八個月沒有工作 負面情緒不斷湧出 睡不著 甚至一度太想獲得演出 而沒有仔細過濾劇本和團隊 因為他們叫的群眾演員 是隨便在路上叫的 而不是真的有過一些經驗 然後很多人就要把我舉起來 歡呼... Yay 然後咔 我在辦公室直接落地 群眾演員不知道要保護演員 幸好就是我有頭又收起來 不然我的頭可能會直接敲到地板 滿難受的 曾經等一個人咖啡 大家都會認識你 然後到後來演的作品 可能沒什麼人看 那就是陽光啊 大人愛 就這樣 沒有 好像沒有其他的想像 因為陽光被喜歡 竟也因陽光被困住腳步 後來透過與身邊的人聊天 走出低潮 也終於幸運接到 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拍攝 還有人生第一個古裝劇 讓何浩誠找回演員的感覺 知道我是誰嗎 知道我爹是誰嗎 我記得這次常識22小時吧 拍 有一次男生是沾全頭套 這個黏著 我們假髮是有一種網撞的東西 然後再把頭髮穿進去 但那個有點粗差 就是磨頭皮 就磨到頭皮都起水泡 雖然辛苦但也開心 何浩誠說在大陸拍戲這段期間 與許多新生誕演員相互鼓勵檢討 學到很多也更有責任感 有時候電視劇有點像是一個 有影像的廣播的感覺 就是你必須要讓你的口條 清楚到觀眾知道你在講什麼 即便我知道那時候拍古裝 一定是後期配音 而且配音不是我 但我就覺得我既然都來了 那我就學學他們如何把話講清楚 然後還有聲音的高力氣呼 今天請企劃部與女裝部各店長 針對提升引說交換意見 自我要求提升口條和演技 已讓何浩誠回台成功一甩 憨厚大男孩形象 贏得霸氣總裁的角色 還設計了漫畫師的演法 招牌條眉加上迷人嗓音 演出截然不同的高富帥 人氣攀升 當演員 何浩誠從不怕苦 只怕團隊共同努力的作品 沒被看見 今年他也有新突破 為電影打噴嚏的音波霞配音 我的聲音也可以很扁 你開心嗎 魔鬼衝解者 我會回來 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叫一些不一樣的共鳴 聲音富有磁性還很多遍 訪談最後隨機放送的配音秀 讓全場驚喜 好好成效說 如果有機會 很想為動畫 或是超級英雄配音 儘管曾經低潮愁躇 他還是努力展現不同面向 用新名字走出更多可能